为了应对美国F-35部署日本的军事威胁 中国日日前宣布 同为第五代战机的歼20 也加快进入了中国空军的规划 并且不无巧合的是 中日两国几乎在同时完成了最新式战机的部署 东亚进入了第五代战机的这样一个时代 F-35和歼20在实战中性能各自有何特点 中日部署最先进战机 对东亚安全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 下面我们就连线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 施孝伟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据媒体昨天报道说 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试飞了美国为日本航空自卫队制造的第一架F-35A战斗机 总计多达42架的F-35A战机 将在今后几年内相继交付 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空军的第一批歼20量产型战机 也在本周正式移交给了中国空军 看来中日几乎是同时部署这种第五代战机 情况是这样吗 对 我们看到大陆解放军 他们其实大陆自言自制的歼20战机 在经过多年的曝光之后 然后经过一连串的圆形机 然后这个概念机圆形机 然后就先导量才行 这一系列的试验下来 目前看得出来 它整个飞机应该已经是一个定型了 而且也就开始进入批量生产 那当然进入批量生产之后 他们紧接着随着中队的逐渐的成军 他们会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初始战力 那同样的日本也跟美国采购了F-35A战机 那F-35战机是美国下一个世代的 一个重要的轻型的战机 我们知道一般人员战机 它其实有两种 就是重型的主力战机 跟轻型的支援战机 那其实F-35的这个角色 它是一个轻型的支援战机 那如果我们以现在的飞机做类比的话 那美国空军现役的两种主力战机里面 有F-15跟F-22 F-15跟F-22是同一个等级的 那另外一个支援战机就是F-16 那也就F-35未来是要替换F-16这个战机 这个等级的 那同样换到中国大陆的话 他们现在这个歼-20就是要态换未来 过去的这个歼-11的这个战机 它是个重型主力战机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 它跟美国就是它的战力 它的这个目标锁定的这个战力 是跟美国的F-22跟F-15是同一个档次 那未来的那个F-35战机 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可能未来 也有一款这个新的比较轻的 那个歼-31战机 说不定可能是在这个档站 但是不管怎么讲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F-35战机 除了就是美国空军之外 日本其实是那个美国F-35战机 海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客户 而且除此之外呢 其实美国也即将要在日本 部署就是第一个中队的F-35B战机 大概有16架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 西太平洋地区未来的确是一个 这个第五代战机 快速换装的地方 以歼-20来说 歼-20其实 它的整体的设计上来讲 其实上面 其实还是有蛮重的 这个俄罗斯战机的这个影子 我们看到它跟过去 俄罗斯T-50跟1.44 米格1.4这两个案子 竞标之后是那个T-50获胜 但1.44上面有很多特征 我们感觉起来 好像在歼-20身上 好像可以看到 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重型战机 那它呢 还是采用了这个前置翼 就是我们通常 称为这个叫压式布局 那整体来说 这个飞机 它其实在运动性来讲 它可能是比较强调运动性 就是运动性跟逆中性 如果说是一个战斗机 很重要的要素的话 它采用了压式布局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于运动性的这个要求 会比逆中性来的要高一些 那但是美国的F-22战机 或者说是F-35战机 他们就会认为 逆中性比运动性来的要更重要 所以之前我们也听说过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美国的F-16战机 跟F-35战机打缠斗 F-35战机根本不是F-16的对手 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 是 好 那么美国战机呢 现在看来已经广为世人所知了 但是中国战机还有一些神秘 施先生 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两种战机实战性能的这个高下优劣 好吗 其实目前啊 其实说真的 这个武器啊 真的是一个毛雨顿的这个事件 你说两个真的没在战场上 真枪实战的这个这样打起来过 说真的谁好谁不好 你这个永远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定论 这是实在化 但是目前至少看起来来讲 就是说两个飞机 它都具有同样这个逆中性的话 那以F-35战机来说 他们我相信啊 那个美国在这个航电 航空电子技术方面 它应该会占一定的这个程度的这个 会有一些的这个优势 那也就是说它的雷达 还有搭配它雷达的这个机载武器 包括这个中程的空对空飞弹 或者短程的缠斗飞弹来讲 可能会比这个歼20会好上一些 那但是呢 歼20来讲 它跟F-35相比 由于它本身是一个双发动机的重型战机 所以它的这个航程啊 真的相对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有 具有相当 那个长航程跟这个 能够进行这个 制空作战所需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你说两个飞机到底好坏 或者说两个真的 在空中碰头了 到底谁好谁坏 说真的在没打过以前 真的谁都不敢讲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以目前这个F-35战机 在世界上畅销的程度来讲 再加上美国F-22战机不外售 我想可能以目前 大家所获得的公共资讯来看 应该是以美国的这个战机啊 由于它这个市场反应啊 都不很好 所以可能啊 我们只能说可能在性能上 或者说是战机的这个效果上来讲 可能会略生一丑事 好的 那么从中日部署的这个步骤来看呢 西太平洋或者东亚地区国家的空军 距离正式步入第五代战机 已经只剩下一步之遥了 那么有评论指出呢 这是中日两国几十年来 差距最小的一次换装 那么您对此有何评论 严格来讲大陆解放军 他们现在在新代战机的数量 包括你看啊 尖11然后加上这个尖20 然后未来还有那个尖16等等 那这些战机总数加起来来讲 在值跟量 在量上面来讲 其实已经超越日本了 那在值的方面来说的话 虽然我们看到就过去 跟俄罗斯买的这批战机 相对的来说 或者说授权生产的逐渐老化 那未来大陆要换装 自己的下一代的逆中的 这个主力战机 其实进一步的 可能会把这个值的差距 都会把它缩小 那的确以日本来说的话 我相信以日本 在这几年也看到 大陆随着它整个 就是经济情况上的 这个好转 然后让整个解放军的 这个军事现代化的速度 可以说相当的快 就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认为 日本的这个防务部门的人员 会对大陆的这个军事 发展的这个现况 会感到相当程度的 这个有履是 好的 我们感谢军情 与航空网站总编辑 施孝伟先生 在台北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